今天想說一下南亞村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這件事為什麼會拿出來說一下呢 因為其實幾年前已經是立案做的 政府已經有AO做這些研究各樣 好像沒什麼變化 那時候和現在更加嚴重 因為那時候我們香港加入了WTO WTO是有難民的庇護申請的 他們申請了的時候 就在入境處拿了逛街址 那現在為什麼會更嚴重呢 如果你看看中國大陸 其實是多了很多南亞人 那那些南亞人的經濟條件是差一點的 導致他們可能在治安上沒有那麼好 會帶來一些治安問題 那原因為什麼內地又會更多呢 你見到廣東一帶也會更多黑人村 那就是因為一帶一路的關係 而又由於近的關係 於是乎他們就很容易可以 用來做跳板 然後就跳過來 那這個一直都是 會令到 例如深水埗一帶 那就是香港一些比較便宜的地方 就成為一些 罪惡的溫藏 那因為其實 你們要想一下 通常他們會接受的一些工作 因為只要拿著限界紙 那他們就會接受一些比較低薪 還有不用怎麼審核等的工作 而這些工作來說 很多時候都會比較上 即是 和黑社會 和販毒等的問題 可能會有一點點關係 更加就可能他們會 停而走險 那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一直不解決的話 那其實會導致 那些 即是未來 越來越多的 難民 就湧進來 我們現在還是一個 明顯版的政策 來的 他們拿完走街紙 的時候 不過 就說幾年前 其實一直都是在說 一個禁閉營 禁閉營 這方面 其實就要追溯回 九幾年時候的政策 那時候是有越南難民 我們是會做一個難民 然後他們就集中處理 那其實你 比著走街紙 你又不知道那個人的來路 那 你又免遣反的時候 是會替造出很多問題的 以及最重要的一點 他們是會做黑工 那黑工都會有一部分 其實是搶了本地人的生意 那所以呢 但是呢 嘩 嘩 還有每個月幾千元 津貼 那 其實做難民也挺爽的 那當然啦 他們都有每一個人的故事 就是 對待難民最好的國家 可以算是 德國 其實不單止幾千元津貼 那香港就會發幾千元津貼 如果你有那個申請的時候 那其實你 是有人 已經有人 一定的啦 你有洞路就會有人 那是 會 幫他們去 那些叫什麼 摺頭 那 他們一早已經 知道這條路怎麼走 那這些東西呢 只會越爆越大的 就不會縮回頭的 因為 你既然有洞路了 他們就可以 啊 即是 介紹給更多的人 那 每個月來拿 對 今天說到這麼多